對上見你那次是五月初 那時有息金屬股升得不錯 不過五月中好像見到一個短期頂後 其實大部分銅四寶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回額 消息面方面,內地海關昨天說了 五月份銅的進口跌了8% 原因是因為價格高期 導致下游買家採購興趣飲淡 譬如五礦高位跌了四成 剛銅高位跌了兩成 你還是否維持看好經濟復甦 有利同價這個看法 我覺得同價的問題不是太大 這一陣你問我,它有一萬元 樓上回到九千多元 那個回調幅度不算太多 當然,你說港股有這類金屬股 就是之前的升幅比較多 我之前也看過,你買這些週期股的資源股 你預算是很快的 你的同價可能升2% 它可以一升升5-6% 但相反地,你說同價一回 雖然的幅度不是太多 但對於他們股價來說 都是比較敏感 但如果你問我這一段時間 看商品價格 反而鋼材的跌幅就更加多 你看到那些港鐵股 其實還是跌得很厲害 因為內地,你說要壓制商品價格 大部分都是針對著一些黑色金屬 即是鋼材、鐵礦石或煤炭 所以這類型股份我不建議買 反而你說銅股經過這一陣 都比較大幅度的回調之後 由於我仍覺得接下來的同價 未必會再想太多 所以某程度上可以找位再罵一點 但我的首算都是299元 即是銅股寶裏面 另外的三隻不是說不行 但都是例如1,208元 如果那個槓桿是比較高 亦都剛剛做了一個賠股集資 另外你說江西銅… 還有秘魯的情況 沒錯,秘魯的情況也是 秘魯大選 你不知道會不會將銅股 說要國有化 或者要加大關稅 這些也是一個風險 反而你說紫金相對來說 比較安全一點 一來它不是只做銅 我看到近期在金價方面 還是挺硬 二來那些礦山 到下半年也有幾個會投刷 所以如果你比較幾隻資源股 紫金的跌幅相對來說是最小的 所以它又比較硬 你剛才提到可以搭配低位 甚至是買一些 那你覺得紫金在哪個位置可以吸納呢 紫金我覺得其實在11元邊 左右這些位置都可以去買 當然這些資源股 你也要做風險管理 如果下面你看到真的不對勁 同價真的再對下去 而紫金的價格是跌穿10.3元的話 亦都要考慮要做一個cut loss 不算作詞 小證住 快點 不算是 你可能有個整件了 不算是 你跟不算是 你找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